hello朋友大家好 今天啊看了一篇文章 哎呀瞬间我又激动了 我又激动了 今天说的是什么呢 大家肯定也是看这个标题进来 说马来西亚的一个朋友啊 他是越低族 之前我也出过一期节目 说越低族很辛苦啊 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啊就吐槽说 现在马来西亚新山的物价都快赶上新加坡了 太高了是吧 就举了一个例子 说在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啊 吃杂菜饭是吧 价格只要两块九啊 回到新山呢 其实价格呢还比这边贵一点啊 就是这种杂菜饭啊 最便宜的那种 其实呢 之前我也出过相关的节目是吧 尤其是在该郎巴入的咖啡店啊 有两家他们卖的杂菜饭 目前的价格还是在三块二到三块四 当然说如果你吃两个鱼 那肯定会贵一点是吧 就是他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然后他就说在新山这边吃饭啊 同样的杂菜饭 新山反而要比这边贵 这他比的是最便宜的饭 那我今天为什么录这期节目 我就想说啊 哎呦 我跟你说 马来西亚这个朋友啊 我其实比你还有发言权 为什么我每周去一趟新山啊 而且呢 近期我也去了马六甲 也去了马坡 是吧 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尤其是啊 平目前的新加坡的朋友和马来西亚的朋友 新山的物价确实啊 接近于新加坡了 那我们就从新山的两个商场说起 一个是ksl 一个是威力sauce k 一个是低端的商场 一个是高端的商场 从这些商场里卖的东西来说啊 价格现在是比新加坡低一点点 但是不瞒大家说在威力sauce k的超市啊 买的东西 我经常去那里面买东西啊 跟新加坡的ntuc的价格也都差不多 便宜那么一丢丢 而商场里卖的东西呢 跟新加坡的价格啊 也都差不多 只有ksl里的那些小品牌东西是便宜的 当然吃饭来讲啊 包括之前我在新山吃的几个肉骨茶 还有麻辣香锅等等价格呢 那肯定还是要比新加坡便宜一点的 但是整体来说啊 它的物价高于哪里呢 高于麻坡 高于马六甲 为什么呢 因为它离的新加坡近啊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他们的头脑那是很清晰的 对不对 既然你们新加坡人来里面消费 那我当然要把价格标的高一点了 因为你们跑到麻坡或马六甲去 那不是很远吗 对不对 很多人也没有车 对吧 周末就去玩一下 坐车过去 对不对 人家不想开车去堵在那里 所以呢 就选择了新山 所以呢 新山的价格确实高啊 新山的价格高 但是呢 之前我记得我在新山吃一些食物啊 我说这里的食物便宜很多啊 就是当地的朋友就上来说了啊 我们现在的物价那么贵啊 你不能用新币的价格来比 确实是啊 今天我给这些朋友也发发声 确实啊 新山现在的价格也都上来了 也都上来了 没办法 朋友们 你们能控制得了吗 如果你是商家 你也涨价 那怎么办 你看我们不是还去花钱吗 难道说你新加坡人全都不去新山消费了吗 不可能 对不对 难道说下一个消费的地方 我们都辗转到印尼吗 我们坐船去吗 对吧 那来回船票 其实也够在新山吃吃喝喝了 对不对 那我今天跟大家聊的呢 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所以我到马来西亚的这三个城市 他们的分别的物价 跟新加坡相比来说 那肯定没法比 是不是 那么马来西亚本国的朋友呢 你们有什么想说想聊的 请来评论区留言 我们明天见 拜拜